皮鞋和正装一样,应该是提升男生气质无往不利的神器,但很多男生会花心思去挑衅一套好的西装,却很少会关注与之相配的皮鞋挑选。 尤其是面对这一双双看起来都差不多的鞋子,天生神经大条的男生,想必也不尽头打,其实皮鞋的挑选,也有着丰富的学问在里面,想要挑选出一双得体舒适的皮鞋,那就赶紧跟着小编一起,好好的学习一下,如何来挑选皮鞋吧,选择款式类型对于时尚穿着本来就不太敏感的男生们。 你们可能不知道,一双简单的皮鞋也有着不同的款式,而我们在选择皮鞋的时候,不妨先来认识一下,这穿在脚上的鞋子,他们到底有哪些款式,各自的特点又是如何? 1月1日,牛筋鞋想必不少男生都听说过他的大名,起源于17世纪英国牛筋大学,鞋面通常有两片皮隔平线而成,在鞋面打三个以上的孔颜,在旗带固定,鞋子的高度要低于脚踝部。 牛筋鞋一般用于正式场合穿着,搭配衬衫,西装都非常的棒,并合式鞋颜面,敌方露出脚踝,敌竿是他的三大特征。 1.2德比鞋,德比鞋是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一种网袋鞋的统称,是商务场所正式度第三高的正装皮鞋,账款是要比牛筋鞋更加休闲一些,在穿搭上也偏向年轻时尚,德比鞋特点是鞋舌与整个鞋面采用一张皮革,两片鞋二之间,用鞋带固定出一些间距,这样便与桥节风景。 1.3布洛克,鞋布洛克鞋会给人一种非常绅士的感觉,其外形设计通常,会有雕花工艺的装饰点缀,在鞋头有着精致的花柜冰孔图案,并有着线条优美的侧翼,大大提升了鞋子的美观和时尚度。 1.4布洛克鞋的搭配,以简约的随性为主,可以搭配修仙款衬衫,或者解开衬衫扣子,轻松的点缀就能为你打造出满满的绅士风格。 1.4布洛克鞋的设计,是以挪威渔夫手工制作的工作鞋为原型,多指无鞋带的平底或低高皮鞋,因此在穿托上,也就更加的方便随性。 其拥有烂人鞋支撑,算是一款辨识度非常高的皮鞋款式,在搭配上,其随性的气质,并不太适合正式的场合,反而会更适合日常的修寻穿着。 1.5蒙克鞋蒙克鞋,也叫做森履鞋,鞋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鞋面上有条横跨脚面,有金束扣环的横向搭带,同样也非常适合,用来搭配正装的穿着,非常大展现器。 而且,相比牛津鞋,德比鞋搭配正装鞋服,蒙克鞋会更受年轻人的喜爱。 Tips如果你的皮鞋是打算用来搭配正装,出席正式场合的,那么牛津鞋,蒙克鞋,德比鞋这三款是你的首选,而剩下的两款皮鞋,会更适合我们日常休闲的穿着,选择衣料斗内被用来制作皮鞋的皮料,主要取分三种动物身上的皮。 牛皮、羊皮以及猪皮,这三种皮料在质地、价格以及舒适度上,都有所不同。 下面我们就来着重讲解一下这三种皮料彼此之间的区别,以及一些特别优势。 2.1牛皮牛皮拥有着一定的厚度和牢度,所以是用来制作皮鞋的最常见面料。 牛皮的特点是毛孔细小,分布均匀紧密,隔面丰满,皮板比其他皮更坚实,手感坚实,而富有有弹性。 而牛皮之中,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。 4.4 grain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真正的头层牛皮,是所有牛皮面料中,价格最高的。 它是没有受过损伤的自然头层牛皮,离面纹路自然,成不规则的排列状态。 Smooth Leather 中文是一维平滑皮,属于头层牛皮的一种,但是由于面料的动物皮面纹理不明显,或者为了获得特殊的效果,而被制作成了平滑的表面质感。 Top Green 材料取自真正的头层牛皮下方位置,通常会带有轻微的瑕疵或损伤,但经过修补和抛光的加工处理后,基本上都能够把这些缺点都修饰完整。 同样有着柔软和耐久性的特点,Corum指的是我们常说的真皮,位于Fall Green和Top Green的下方。 加工之前纹理非常粗,耐久度略差,对于穿着者来说,一脏,一吸水,不好打理,但显年轻,有的质感,使用质痕不明显。 2.2.羊皮羊皮是所有皮料中最柔软的一类。 天然的狭长纹理是羊皮看上去更加有甲精致,羊皮的毛孔非常的细腻及有斜度,比牛皮更柔软且细腻,容易以蓝色,而被用来制作成皮料的。 主要有绵羊皮和山羊皮两种,绵羊皮,其特点是皮板轻薄,手感柔软光滑而细腻,毛孔细小,无规则的分布均匀,成柄圆形。 穿着带着非常舒适柔软的感觉,透气性也好。 山羊皮,山羊皮的结构比绵羊皮稍结实,所以拉力强度比绵羊皮好,由于皮表层比绵羊皮好所以比绵羊皮难磨,山羊皮的绿面层较为粗糙,平滑度也不如绵羊皮,手感比绵羊皮也稍差。 2.3猪皮猪皮的皮料制作也同样,被广泛运用在皮鞋的制作之中,其按照材质划分也有着猪光面,头层猪皮鞋,二层猪皮鞋三种。 在这里我们就不对此展开详细的介绍,但总的来说猪皮作为鞋面材质,比牛皮更为透气轻薄,但相应的,也就没有牛皮耐穿那种。 并且,猪皮毛孔粗,透气性强,制臭皮鞋容易散发热气和潮气,选择鞋底裁置好的鞋底,在穿着山脚的时候,能够拥有很好的缓冲作用,就穿不累,是影响着我们穿着舒适度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鞋底材质主要有,真皮,橡胶,皮油,伊拉,PVC,TPO这六种,3.1真皮底真皮制作的鞋底,是所有鞋底材质中价格最高的,多于以牛皮为主。 天然的动物皮层材质,使得其拥有着自动呼吸,并带动脚呼吸的特性,透气性毫不闷脚,能自动释放吸收的汗液保持脚的肝脏,是,做上好定型,弹性毫不易变形,能够降低行走的冲击力。 但相对的,天然的材质使得它飞水,由浸泡后,容易调去变形或腐烂。 3.2橡胶底橡胶,同样属于天然的材料之一,拥有着非常良好的弹性舒适度,被广泛用于各种运动鞋到底。 同时高级橡胶,也经常用来作为高跟皮鞋的鞋底材质,优点是,耐磨性加,防抗,又弹性,不易断裂,柔软度较好,深沿性好,收缩稳定,硬度加,弯曲性好。 缺点是,重量较重,以土生素品质问题,质量柔软,易穿透,透气性,吸湿性不好,3.3PU底PU极致胺值,是一种新兴的有机高分子材料,被誉为第五大塑料,多用于制造高档皮鞋,运动鞋,旅游鞋的,其优点就是,密度,硬度高,难磨,潘性加,拥有良好的耐氧化性能。 不易皱折,简测和防滑性能好,而缺点就是,吸水性强,易黄变,易断裂,延伸率差,不耐水,抵意腐烂,透气性差,3.4EV第1文中文明,为以刷易吸工具物,同属于高分子材料,属于制造成本比较低的鞋子。 整体的重量轻便,拥有着很好的弹性,溶热性,不易皱也好上海,但是材料的吸水性非常高,而且不耐脏,防滑度也非常差,穿可能会很容易摔倒。 3.5PVCD剧绿一息,材质的本色微微黄色半透明状,有光泽,在曲折处会出现白化现象,优点,成本价格较低。 耐油,耐磨,绝缘性能好,缺点,防滑性能差,质的差,不耐喊,不耐折,透气性差。 保费率高,3.6TPRDTPRD,是以热素性TSPS为主生产的一种新型高分子鞋用材料,又相较的性能又能按热素性素料进行加工和回收,相对来说属于比较环保的一种材料。 其制作素性,价格便宜,具有轻便,舒适,高弹性,一颤色,透气后,强度高等特点,尤其顺耐低温能力优异,防滑性好。 但是其台质重,易磨损,柔软性,抗震性以及透气性都不够好。 选择尺寸大小,想要挑选到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子,那么尺寸就是关键所在。 虽然我们平时穿鞋子,都会了解到自己脚的码数,但也常常会挑选到一些不合脚,不舒适的鞋子。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,鞋子尺寸大小的问题,四点一了解自己脚型不同人的脚型上也有所区别,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,影响着我们挑选鞋子的款式,以及穿着湿的舒适度。 而常见的脚型主要有,埃及脚,罗马脚,希腊脚三种,埃及脚,属于最普遍常见的脚型。 五个脚趾层层鞋线状排列,埃及脚型选鞋的空间比较大,可选择的鞋类款式较多。 希腊脚,第二根脚趾比其他还长。 通常拥有这种脚型的人四肢修长,由于脚型的缘故会更适合穿肩头鞋。 罗马脚,也称为正方脚。 这种脚型五根脚趾长度都差不多,没有特别突出的脚趾。 看起来,就像正方形一样,罗马脚在选鞋时,可以挑选源头,方投鞋。 4.2尺寸选择在脚鞋的尺寸选择上,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,与我们平时挑选的运动鞋,休闲鞋不同。 由于脚鞋是正装的鞋子,所以在码术上面,绝对是按照大部分人的脚的标准的码术来制作的。 这样才能够让人穿着它的时候,能够整体看起来更加的美观。 所以在挑选的时候,应该严格按照自己中部的长度来进行选择,一般提鞋都会给出鞋对应的尺码对照表。 这时我们就需要获取自己的脚长,脚宽,脚为三个数据,并根据对照表上的数据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尺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